大家好,歡迎來到今次的曼聯新聞一分鐘 我們今天會跟大家講講一個訪問,一個非常有信心的訪問 而這個訪問的主角就是連特洛夫 連特洛夫接受官網訪問的時候,說了一些號情狀語 他就說,我們很有信心,我們可以在德國,即是現在踢勾霸杯的地方 做到一些東西,拿到一些成績 因為我們的確已經進入了四強 對手是西維爾,然後進入決賽會是對著 這個西卡丹莎或者是米蘭的勝方 所以還有兩場球,就可能可以拿到一個錦標 這個球櫃當然是一個漫長的球櫃 剛剛那一場球,我們也算是幾驚辛苦 苦戰就贏了丹麥的哥本克根 令到我們晉身到四強 西維爾昨天跟狼隊都打得相當緊湊 都是謹以1比0才贏到 所以我也同意昨天有些漫迷的一個點 一個觀點就是,去到這些套大賽的後期 其實真的很緊迫 實力相距就越來越拉近了 因為比較弱的,譬如昨天摳本克根的球隊 就可能會特別打得勇 也特別是在防守系統上 由於他們本身也有點默契 所以令到我們很困難 但結果我們都已經盡了級 連絡來訪問的時候 他就這樣說 我覺得我們知道他們是甚麼球隊 大約是怎樣踢法的 也明白到他們的踢法令到我們很困難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未必去到我們自己最好的水平 我也覺得我們可以做好一點 尤其是當我們有控球權的時候 他們會令到我們非常困難 有時他們高壓 當他們退回後的防守的時候 他們亦都防守得相當緊密 一個系統做得好 所以對於我們來說 要製造一些機會的話 就未必像平時那麼容易 但我也覺得我們應該可以進入多些球 有時很難說 為甚麼我們的水準不是發揮得最好的 這就是足球的 有時就會這樣發生 當然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 就是這個球局非常之長 我們在歐洲賽的一個八強賽事 每個人都會做足準備 每個人都會用盡他們的精神去贏 無論是我們或是對方 好像我這樣說 有時在足球裡 你未必是可以發揮到最好的水平 但最重要的是甚麼呢 我們最終就是贏了這場比賽 亦都去到四強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曼聯有一個12碼 沒有判到 昨天的20分鐘 其實也不知為何 說到12碼 沒有亂端 接著有炸壺 有狀柱 但始終去到加時 終歸 我們就贏了這場比賽 我覺得我們有很多信心 在球隊裡面 充滿信心 我們之前一直都是一個非常高水平的 發揮得好的 但我們在聯賽獲得第三名 亦都是我們 復賽之後 表演得好才可以獲得這件事 各個人的信心 大家都有 我們知道我們能夠做到甚麼 明顯地我們如果四強的時候 無論是對西維爾或狼隊 去當時訪問的時候 但其實大家都知道 現在就是我們對西維爾 是困難的 兩隊都是很好的球隊 但我們一定會預備好 亦都希望 我們可以發揮正常的水平 歐巴佩 連特夫說 我們從由始至終 都打算贏歐巴佩的比賽 我們亦都希望我們可以進入決賽 最好就是補盤 所以我們今季都踢過幾場四強賽事 不過始終 有一點不同 那兩場都是一個 自己英格蘭裡面的杯賽 這個是一個歐洲的杯賽的四強 所以我們感覺是有點不同 我們是預備好的 亦都希望可以做 再揮得好 拿到我們應有的東西 所以他就說 我覺得 球員 我們在類似世界杯 或者歐國杯的環境之下 比賽 是特別會專心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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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萬聯的球員 都很有經驗 因為很多球員 都是代表各個國家隊 去世界杯 或者歐國杯 所以我們 會有這個心態的預備 亦都希望可以做到 我覺得 連特洛夫 都很有信心 其實 老實說 他來到萬聯之後 我覺得很多時候 他都是想告訴大家 他是一個很有信心的球員 但是始終 在某些決定的時候 感覺上 他就不夠勇猛 但是 其實你見到他都很耐力的 老實說 這個可能是 那個 款式 走出來的問題 都還未頂 往往他出場 大家都 針對在他的位置 攻擊他 所以也間接 令到他疲於不明 我自己覺得 如果 連特洛夫 不知道怎樣 或者找個 整個髮型 我不知道 只是說笑 如果令到大家 覺得他是 再勇猛一些 信心 他有的 我明顯看到他有信心 但是 勇猛那裡 不知道為什麼 總是差一點 如果這件事 他可以做到 還有殺球 比較肯定一些 我覺得 會令到他 在萬聯的 機會大些 但是 如果這件事 改善不了的話 老實說 我始終覺得 我們需要 找到一個更加好的 中堅 不知道大家的 意見是否不同 大致上 我也很開心 看到他做這個訪問 也知道 我們團隊裡 仍然是充滿信心 也是一個比較和諧 或者是一個 歡樂的環境 希望我們一路繼續下去 真的可以在今屆 碰到這個歐巴杯 這次節目是這麼多 到此後收看 拜拜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